我们其实从秦汉以来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几乎一直对各州县的一把手实行的是官邸制 因为为什么他要这么执行 他主要是解决一把手异地认官的时候 他的居住问题 你到这当知府 到那当知县 有的是科举过程当中上来的 那么他任职那个地方不是他的老家 他到那个地方也没有住房 所以首先要由工家来给他解决住房问题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 你看一说衙门衙门指的什么 其实指的就是官邸 只不过这个衙门是把居住和办公实现了一体化 搁到一块 你看咱说什么叫衙门 衙门本来这衙字大家都会写 双了一人五字这边搁一个形字这边 但其实衙门原来是什么呢 是牙齿的牙 这个牙 衙门 它过去猛兽的牙和利爪 象征是一种权威 所以一开始办公地点过去的叫衙门 猛兽这牙齿的牙 后来写写就变成现在我们看这个衙门了 而这衙门里工作的人员呢 你比方说底层工作的人员叫衙役 说这个干部啊 这个一二把手 他的家里的人 你比方说他的子弟叫衙内 这都是从衙门这来的 你看水湖里边 那高球他那个干儿子 就跟林冲作对的 叫高衙内 那么说过去的衙门是什么建制的 一般来说 比方说这县城里来个清品支门官 来个支县 他的衙门在哪呢 一般都在这个县城的北边 为什么在北边呢 因为中国古代啊 从建筑方位来讲 以北为尊 而且都是面南北北 你最典型咱们有的朋友来北京 你看那个故宫 就紫禁城啊 皇上呆的地方 那不就是在长安街以北吗 而且正好坐落在北京四九城的中州县 过去这衙门就得在城北 那么他这衙门是什么建制呢 都是由四合院组成的 一连串四合院 过去我们这四合院分几近几近 过去衙门从这个南往北 打头呢 叫大门院落 完了大唐院落 二唐三唐 后边叫后阳 这大门这呢 咱们现在看 有不少那衙门是什么的 他的围墙 和这门不是平行的 而是往里啊 倾斜那么三十度角 然后中间是门 他为了突出这门 所以从这边看 形成个八字 这就是过去为什么说 这个衙门八字朝南开 有礼物钱墨进来 哎 这八字是为了突出衙门的权威性 突出这大门 那么大门院落 这有门缝有什么的 外头有个鼓 说过去几五名院 唐唐一敲 冤枉就在这 进到里头 过大门院落 明镜高悬等等 后头二堂三堂 有的简单的 只有二堂没有三堂 这个二堂三堂干嘛的 也是办公的地方 只不过等于是小型办公场所 前面是大型公开的办公场所 两边呢 有什么花房啊 书房啊 签牙厅啊 什么的 说什么叫这个花房花厅呢 不是说是养花的干嘛的 是招待上级官员 或者接见本县的乡身 有学问的人 有地位人在这 等于是客厅 书房呢 也是老爷在这办公 签牙厅呢 他有时候要签字 有时候画牙印了 也是办公的场所 有时候财物也放到这 那么这几个大门啊 大堂二堂三堂 都是办公的 在后边 这个后牙 也有叫后堂的 这就是生活区域 就是支县的支府啊 一把手 他在这住 他这老婆孩子 都在后边这儿 所以他这个官邸 你看是什么呢 是连办公带住 都混到一块 但是呢 他后边这后堂 和前面的办公区域 是严格区分的 他有一个门 被称为变门 也有叫后门的 就是一般来说 工作人员是不能进里头的 只有老爷一把手 才能进这里头的 所以他有严格的区分 一般来说 外头的人要到这来 你办公干嘛 只能走大门 只有呢 最好的朋友啊 亲属啊 才能走这个后门 所以后来咱们经常说 拉关系 叫走后门 走后门 就是从这来的 所以这是中国古代 封建社会 官邸制 就是这一套 我们已经非常成熟了 咱们用不着 跟这个国外学 只不过我们今天所说的 官邸制 和封建社会的官邸制 有一个明显区别 就是办公和住 并不是完全在一块 那么有人说 这个官邸 为什么要搞这个官邸 这其实是针对 我们眼下一个突出的现象 谢谢大家